当地时间21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在立马参观若望23市毕中学校 彭丽媛抵达时 毕露总统夫人兰格和学校校长 在停车处迎接 师生们挥舞中毕两国国旗 在操场家道欢迎中国贵宾 学生乐队奏起中国经典乐曲《茉莉花》 彭丽媛来到幼儿班教室 欣赏小朋友演唱《好妈妈》等中文歌曲 随后彭丽媛在高中教室 观摩了中文课《中国长城》 在初中教室 观摩学生练写中国书法《朋友》二字 同学生们亲切互动 彭丽媛还在展示区 观看了学生剪纸 珠蒜 编织等才艺展示 夸奖他们心灵手巧 彭丽媛向校方转交了乐器 文具 体育用品等 中方捐赠的物品清单 彭丽媛表示 若望二十三市学校为弘扬中华文化 增进中碧友谊 做出了积极贡献 希望学校培养更多人才 欢迎孩子们到中国交流 中方愿童秘鲁加强合作 把两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 为传承文明和知识 培养年轻一代共同努力 彭丽媛同兰格欣赏了舞诗表演 并前往礼堂观看学生文艺演出 学生们表演了合唱 中碧儿童服装秀 舞术 扇子舞 鼓乐等精彩节目 演出结束 彭丽媛回到操场 数百名师生围拢在教学楼阳台 向彭丽媛欢呼致意 彭丽媛和兰格同师生代表合影 微笑着同他们握手画别 若望23世毕中学校 创办于1962年 是毕鲁和南美洲 有代表性的华文学校之一 有代表性的华文学校之一 有代表性的华文学校之一